摄像 这两个字 是智的 宇宙万发的真相 实是真实 真相的妙利 这真相从哪里来的 真相是怎么来的 真相的理体 成为妙 就是自信 自信里面的功能 得用 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不缺 妙着自己 我们想想 慧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 他描绘 就是 真正的菩提 摄像之妙利 是什么样子的 他说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何其自信 用现在的话说 没有想到自信 本来是清净的 有没有任务过的 没有 我们的自信 现在有没有任务 没有 决定没有任务 多出生 多恶鬼 多地狱 都没有任务 他真的是清净的 他真的是清净的 自信清净 圆明天 不得没有任务 没有生 没有生 不生 不灭 本自居足 居足 居足什么 智慧 得能 向好 也就是 居足 一切法 为什么呢 这一切法了 都是自信 变现 能信 一切法了 华言经上讲的 华藏世界 世界 陈旧品 所说的 无量 无边 祝佛 插图 祝佛 插图 有净图 有会图 会图 跟我们地球一样 状况 大致相同 千变万化了 从来没有停止过我 这些变化 总指挥 总策划 是谁呢 给主说 意念 就是我们的念头 祝佛如来 视线到六道里面来 像释迦牟尼佛 三千年前 在印度出现 视线 八相成道 那个总策划 总指挥 还是我们自己 他说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这就是 还原万善所讲的 畜生无尽 称他做 庙里 法 称作庙法 这个庙这意思 庙在哪里呢 不能说他有 也不能说他无 这妙了 你说他有 荡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你说到无霸 他真有现象 像是幻想 离是空里 离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的 你看不见 也听不到 你也想不到 六根无法接触 他在 他不是不在 这称之为庙啊 礼庙 寺庙 像也庙 什么时候能够看到真相呢 其如就看到了 没有其如 看不到啊 这个其如 要定慧的功夫 没有 甚深的定慧 到什么时候定 我们修的这个定 跟自信本定相应 古大德讲 信修不耳 信定是自信本定 慧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信本物动摇 那是信定 我们现在的心乱了 妄念太多了 怎样把妄念放下 我们来修定 我们修到跟自信本定相应 诸法设想就现成了 完全看清楚 啊 那个时候就叫做 民心 坚信 就叫做 打车 打武 啊 修佛的人 目标要定在四天 啊 我们今天在这个世间 想想 做不到 啊 这佛教我们有个方法 先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跟阿弥陀佛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啊 我们就能够 真的了